物質的運輸 你身體裡的物質運輸 由你的血管系統運送這些血液到你的組織 所以在組織裡頭主要進行的是物質的交換 物質的交換 首先介紹氣體的 氣體的交換 這應該在呼吸那邊會再提一次 所以在你身體裡頭 血液負責了氧氣的運輸 二氧化碳的運輸 血液裡頭氧氣跟一個氧化碳的運輸 氧氣在你的肺 跟血紅素 Emo-Clobin結合 它會變成氧化血紅素 不過這是一個化學平衡 我寫了這是一個化學平衡 所以這一定會平衡 那既然是平衡 血漿 米頭氧氣會不會有 直接融在血漿裡頭的現象 一定有 因為如果 如果血漿 米頭沒有任何氧氣 這個反應應該要往哪邊移動 從 所以你身體裡頭 在肺這裡可以讓你的血紅素跟氧氣結合 主要的原因 第一個 一定有一堆 氧氣都在血漿裡頭 所以氧氣的運輸裡頭 有 大部分 有 血紅素吸帶 氧氣大部分有血紅素吸帶 大概佔了 百分之九十七 只是另外 一定要有 直接融於血漿 非常少 部分 直接融於血漿 一定有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它是不可能跟你的血紅素結合的 二氧化碳的運輸 二氧化碳的運輸 二氧化碳的運輸比較特別 大部分有 有 血漿氣帶 但是 還是先血漿 它會反應到 血漿裡頭有很多的水 它好像跟水在一起 接下來 它要進去 紅血球 它要在紅血球內 紅血球裡頭有一種酵素 碳酸甘霉 碳酸甘霉 然後它可以把 二氧化碳跟水 形成碳酸 碳酸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物質 這個不穩定的物質 會讓它很快速的解離 解離形成 HCO3-5 再加上氫離子 這顆氫離子可以被蛋白質 胺基酸結合 所以它跟蛋白質 或是血漿裡合的那些胺基酸結合 剩下的大部分是碳酸跟碳酸清根 碳酸的形式運送 而且這形式是容易血漿 另外 部分 並不是大部分 而是第二多的 部分跟血紅素結合 我們會先講 但是到時候 到呼吸的時候 我們會再演講一次 跟血紅素結合 你會看到 有人把它寫成這樣子 Imo Pro B 跟二氧化碳 這樣的寫法 不是很正確 不喜歡你用這種方式去寫 那 它會形成的東西是 結合 結合的形式是 形成碳酸暗基血紅素 不一定要跟血紅素在一起 但是如果在一起的話 意思是這樣子 胺基酸 或是血紅素是胺基酸組成的 所以 這是血紅素 還有氨端 這是血紅素的氨端 二氧化碳過來的時候 二氧化碳 它會結合的方式是 二氧化碳跟氨結合 所以它形成的是一個西氨劍 碳清的西氨劍 所以它是所謂的碳西氨基血紅素 那當然 直接容易血降 比較少 直接容易血降 比較少 直接容易血降 那時候在呼吸的時候 再跟你提一次 血液還有其他功能 血藥維持你身體血液PH值得很肯定 那血液裡頭 擁有大量的蛋白 自然基酸水 也就是可以的 部分與血紅素結合 紅血素 血紅素 兩次 不分離 當然不一定要是血紅素 只要是蛋白 都可以形成碳西 它都可以 最主要是跟蛋白質結合 那它可以直接跟血降 裡頭的蛋白質結合 它也可以跟血紅素結合 血液和PH值的恆病 血液和PH值的恆病 这应该是在肾脏的地方进行描述 我们的课本先讲的血液 但是这是血液会有的现象 所以我再提一下 如何维持血液的PH值 我们说我们的血液的PH值是什么 中性偏减 大概PH值7.4左右 不可能更减 也不可能更酸 更酸的话会出现一些症状 你会加快点呼吸 然后可能导致你会要慢慢呼出过多 然后你可能就会呼吸中止 或者是你平常过度紧张 呼吸过多 血液偏减 血液偏减以后会让你导致呼吸性的减重毒 呼吸 就是你会有 有些人会出现过度换气 过度换气的结果不断的把氧汗护掉 其实就偏减了 然后会导致呼吸中止 就让你休克死亡 所以 最近报导 新闻报导又在讲吸全氧 吸醇氧 所以不能乱吸 因为高氧氧上的醇氧 除非你真的有一些疾病 不然你去吸 你把你体内的二氧化碳都护掉 得到了一堆氧气 你会中毒的 你会中毒 因为上司二氧化碳 你的呼吸就会停止掉 所以 所以有TH值的调节 有几种关键 第一个 有氨基酸 有蛋白质氨基酸 氨基酸是一个很好的缓冲容易 讲氨基酸 以氨基酸为例子 氨基酸正常的形式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策略 不管他是谁 还有氨端 有缩冠 所以这叫氨基酸 氨端 现在假设 现在TH值在中性 对氨端而言 请问中性是太酸 还是太减 太酸 所以 环境里头对他来言就是 氢太多 氢离子太多 对吗 所以氨端这里 他会拉一个氢离子过来 他会变MH3症 对缩冠而言 中性是太酸还是太减 太减 所以他要把氢离子丢掉去综合 所以平常的氨基酸在你的血里头是这样的形式 当你血液偏酸 氢离子太多 氨端就会 缩冠就会去结合 所以缩冠会去结合氢离子 他会变这样子 C OH 它会去把氢离子拉住 所以减少游离的氢离子 所以它有缓冲的效果 鞋液偏减 鞋液太减了 环境里头OH太多 或是氢离子太少 那氨端就会把 他原本抓住的氢离子丢掉 然后它变成这样子 所以它是一个缓冲效果 太酸太减它都可以进行缓冲 我们先把这个讲完 那另外一个 你血液里头的 碳酸跟碳酸清根的缓冲效果 缓冲荣应该学过了吧 弱酸弱减的眼泪 公二酸减对有缓冲效果 没有 还在讲 好 所以 碳酸的缓冲效果 碳酸的缓冲荣应 所以缓冲荣应该是用你的缓冲 所以你体内会有H2CO3 外面HCO3 當環境裡頭青離子比較多的時候 環境就會向左 環境裡頭青離子比較少的時候它會向右 那多子子酸有這樣子的緩衝能力 所以多子子酸會是這樣子的 直接先把碳酸丟在水裡頭 同化那個土就好了 把碳酸丟在水裡頭 這邊代表TH值 假設PH值從3開始 橫軸是我加進去的NOOH的量加減液 所以從PH值3開始我加一點點NOOH的時候 這時候它幾乎是碳酸HCO3- 加了以後它就會減離 PH值會很快速的上升 我希望加多少減到PH值就會快速的上升 然後當它接近到6點多7點多的時候 它會開始出現現在你看到的形式 我加一個減 然後碳酸就會丟一個氫離子出來去綜合它 所以在這裡會出現一個現象 我加很多NOOH 它的TH幾乎沒有改變 可是當我全部的碳酸都變成碳酸清根的時候 在這邊我的血液裡頭是碳酸清根加碳酸 所以它有緩衝效果 當全部都變成碳酸清根的時候 它又會出現快速的改變 這時候血液裡頭通通都是碳酸清根 當血液真的很減很減 PH值8點多 當然你不可能有那麼多的那麼減的血液 它又會開始第二次的緩衝效果 這時候是碳酸清根跟碳酸 碳酸跟硬酸 然後當然後來又會變快速上升 所以這兩塊就是它的緩衝的區域 所以內使用的是這一個群塊 內使用的是這個群塊 所以這是你的主要的緩衝效果 那下課版